小金剛會客室 這就是南臺灣之聲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我是今天主持人 高雄小金剛 劉威康弟傑 祝福特加 身體健康 萬民春風 幸如有風 難是高雄小金剛 高雄小金剛 樂觀積極向前衝 你現在收聽的是飛碟聯播網南臺灣之聲 每週日晚上6點到7點由我主持的節目小金剛會客室 台南高雄屏東收聽飛碟聯播網南臺灣之聲FM103.9 YouTube直播UFO1039 並且追蹤我的臉書 高雄小金剛 許智傑 以及IGLEER0105 今天節目裡面邀請的是我們屏東縣政府交通旅遊處 我們的黃國維處長 處長你好 我們委員好 還有我們空中的朋友 大家好 處長剛剛聽了 我說客接話稍微說一下 其實我自己說幾句而已 不過我們這個節目 都有五分鐘的時間在推動客語教學 真的很好 很好 所以就是說我們現在武藝很多嘛 法藝 台藝 客藝 甚至新住民 甚至原住民 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屏東的原住民也很多 屏東的主要是台灣族 那是北部這邊有開台灣 有開台灣 台灣還有分北排跟南排 喔喔喔喔喔 然後在那個蝦海 漂亮蝦海 蝦海還有北南 阿美 喔喔所以我們也很多眾 對 接下來就是北部 北部 北部是大家都是啦 對對對 我們每一個人喔 大部份 我們每一個人喔 大部份 地匯齁你是 我們真的這樣說 台灣最早期是 明清滅統治 台灣一段時間嘛 那段時間可以 移民來台灣 咱我來德國還可以 cautious 千萬 Dáissä 欸這時候 ou you enfrent 三路 交 三手 好 所以就是說 你自己Der anim 來子依... 所以當時 你知道像一央 當時來 相當時那 pun 所有結婚都是 跟平埔族的女生 哦 對對對 哦原來有平埔族的 男生女生 団住民嘛 好 你對有當孫公,沒有當孫媽來,當孫公帶的當然是貧富豬嘛 再來對荷蘭、西班牙都有來過,日本嘛 一直到國民黨統帝的時期 那時候民國三十四年一佩過來 再來民國三十八年一大佩過來 一大佩過來那時候就有男生女生來了 你說男生女生進來的,除非你原來就是屬於我們所謂說外姓 外外姓結婚男生女生都是外姓結婚,他可能就沒有陪到白寶祝 對,比較不會 春的所有的在這裡,尤其你說以前有的蠻小錢買零錢 蠻小錢就是外姓的,帶本性的 所以其實台灣大部分的人都有白寶的協同,一台兩台三台四台五台不一定 我之前聽說那個中央研究院的,他有一家我們去修佛 那個學家就在那裡說 他說他的研究就差不多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台灣人 對,都有微博的匯通 對,那個原因就是剛才我們這樣說 讓我們年輕朋友也了解一下 年輕朋友也了解一下 沒有錯,這個整個台灣的 從以前到現在的脈絡 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當然平埔族其實我還覺得比較有一點難過的是 我講到平埔族我都會想到小林村 對齁,小林村莫拉克的那個時候發生的 那時候小林村,小林村我之前去過的時候呢 他是一條街,旁邊兩旁的住屋 然後還有學校還有很多東西,大概都是二三樓吧 那一次正好爸爸風在莫拉克那一次 正好我一個朋友 一直很急說 就是他那個 那個 伯父啦,他堂哥的爸爸 在裡面 然後就最後一通電話 他堂哥在跟他爸爸講電話 只聽到最後一句 哇嗨啊,就一句話 就沒了 然後那時候他一直很急說 可能可不可以上去 我那時候跟他說不行啦 現在就是 大家在救災嘛 那有可能先去 就帶他去那邊看 那事後 事後我去那邊看 你真的那個感觸很深 我到了小林村的那一塊地 已經沒有什麼道路住家學校 整個都北 整片都是平地 這整片的平地呢 就是從上面有一支山叫縣渡山 那個縣渡山本來是一千六百公尺的高 瞬間變成六百公尺高 那你看這一千公尺的土石流 對 就全部往 縣渡山 往那個小林村整條馬路 這樣子掩蓋過去 是 高委員報告 我那時候 在館長會的時候 那時候 我爸爸母親說 我知道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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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館 那時候又高雄館 對 那個時候還在高雄縣 對 那時候聽到高雄縣發生這種事 我們大家說 我帶著 那樣重點 對 所以那個時候 我講到小林村 兩位屏幕主 我們都有一陣的心酸 天災地變 真的是會讓你 瞬間 你都沒有辦法去 那個真的就是 生死一瞬間 所以我們有時候 塞車經過在家裡 在那邊吃蚵子餅的時候 我們就有 當時經過小林村 那裡 安置的地方 對 有當時 我們回憶期 那時候 摩納特那時候 在救災的情形 對 我們就想說 那時代是 真的 很恐怖的一件事 現在少年人 應該要知道 說這點 對啊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後來城區市長 我們事後 都有做一些紀念公園 都有 在去那個地方 在救災的 那一陣子 事實上 那一陣子我正好當鳳山市長 我們還募款 所以小林村賈心那邊 很多的自來水管 那時候都不同 那時候很多自來水管 是我募款 進去幫忙做的 還有六龜的很多那個 水塔 六龜那邊很多的水塔 也是 我 請我們福倫社 出錢 去幫他們買很多的水塔 去讓他們用 那包括那個時候有很多的 難民 不能說難民好不好聽 那時候 無家可歸的朋友們 那有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居住 有一些也在我們 封山的長老教會 那有一些 後來在那個 那裡實際有那個 大海村 大海村 那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當時就 安置在各個不同的地方 我們就幫忙募資 不管是金錢還是物資 那時候 那時候委員一當真 整個一個高雄動起來 然後全國這樣 那時候處理速度很快 對所以 其實講到這個就有點心酸 不過就是說 我們的政體 你的專長都還沒提到 那 我為什麼會講這段故事 其實也是有感而發 那我們也希望說 其實 每一個旅遊的點 每一個旅遊的點 其實如果有一些生命的故事 那個 整個旅遊點 你去到那邊 你那個感觸就會不一樣 沉浸式的那種走渡感覺 對 所以就是說我們今天 你是交通旅遊處的 處長 當然交通是一個重要的一環 就是交通是 生活之母 工業之母 什麼之母都一樣 交通可以到的地方 那當然交通的便利性 以及人可以到的地方 那個感覺就不同 所以交通是一個很重要的建設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請處長 跟我們聊一下交通的建設 好 那另外就是旅遊 國境之南 我們那個海角 海角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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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屏東有很多的旅遊的點 都是很人民 整個台灣甚至世界上很多人想去的地方 是 所以等一下就帶我 請處長就帶我們到屏東去旅遊 然後要做什麼交通建設 來跟我們聽眾朋友分享 讓聽眾朋友知道一下 下次你去台東 不是台東 屏東 你要去哪裡玩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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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位回來接我行程 我是高雄休講工 留位康里家 今天一項目的是 我們瓶東的康里家 我们的交通旅游处我们的黄国伟处长 处长你好 公众的朋友还有委员大家好 所以刚才提到小林村我其实就很有感 那屏东其实还有一个胜利新村 对 我也觉得蛮不错的 胜利新村 胜利新村现在做得很好 也应该还在努力中 但是事实上也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文创市集的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其实大家都说胜利新村 其实他分三区 他分三四区的 比如说空巷 还有成功营区 他早期就是日治时期 就是陆军的空关的所在 到民国的时候就是 陆军还有空关 陆军航空部 陆军的航空部 陆军嘛 为什么叫将军村 都是住将军 对 还在胜利新村新兴 我用新兴来说 因为都白白新兴 那当时就是为曹老师的行程 开始开玩 最主要就是在潘县展 潘茫茫县展 大开发 把整个特色新缩起来 然后后来一爆而红 也引进了非常多 我们在地 冰军 主地还有外面 南漂的 来冰军这边 和生意新村 来做经营 所以每一间店 大家可以看 去生意新村 等下你看到 那如果你看到独栋 和双拼 二话不说 绝对是 将军的 将军的 你如果看到 有更多独栋 那就是孝吉 那你再看 更多独栋 那就是位子 所以那当时 我就在说 哇 大家走来这些 都行那些 以前的大官 有没有 将军做会 有的每一间进去的时候 都有不一样的风味 因为以前 有的将军 都有四重官 有没有 那还有一个四重官 大军 所以整个都将军 将军 那当时 如果真的倒下 就是我们现在的 行政院副院长 政院副院长 那边到处 集齐 那当时是文化部长 我们立军副院长 他当时当文化部长 对 他真的是 会员是英雄 很准 他马上把这个地方 给屏东县政府 很大的支持 你潘县长的手上 我们把他整体性的 一个完成之后 然后把这些年轻人 全部召集来 这些文创商店 召集来 文创美食召集来 那所以就形成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创业居落 而为这个创业居落 所以我们在屏东 它有分三阶段 三阶段 因为我有一个大店长计划 那当时是在 以潘县长手上 我们免安县县长做的 真的是有声有色 很多人 那个赞叹不已 我屏东 我骄傲 就是要谢谢我们以前的 潘萌安县长 因为我们现在小米县长 也继续一起 周春明县长 以前跟我同事 我们都叫小米 现在都不好意思 叫小米 所以至少要加个县长 也继续在为我们屏东努力 所以这个胜利新春 它跟凤森有关系你知道吗 哦 只好 真的要听我 所以我就说 其实这个每一个游戏的 每一个景点 它背后的历史 为什么你们那里都是驻将军 我们这边都是驻士兵 这个都是缘分 其实当时那个是 你们那里有孙力人的故居 对对对 孙力人其实就是在缅甸 他是一个很会作战的军官 将军然后打败日本兵之后 就是在三十四年之后 他们就从缅甸移到丰山 整个部队就移到丰山 而且还带了三只战象 叫做凌旺 马南 阿佩 凌旺 如果是记忠在这里 是的 所以你看到的动物园以前 现在小朋友可能比较不懂 在我们这个年代 凌旺大象是很出名的 对对对 那凌旺大象呢 它其实就是从我们丰山的黄埔 这是他他是缅甸 但是他在台湾的第一故乡在黄埔 后来凌旺马南还有阿佩 被移到台北市立 那时候叫圆山动物园 后来才又迁到木扎动物园 所以我们凤山 其实是孙力人将军 带着部队过来的第一个落脚的地方 那后来因为我们的黄埔呢 住的包括都是士兵 只有一两间大间的是校级的住的 那将军呢都住你们那边 都住你们那边 都住你们那边 所以你看胜利新村跟黄埔新村的差别 就是我们黄埔都是巷子 都是兵住的 士兵住的 所以他都小小的 那你们那边大 所以你说还有独栋的 双兵的 然后再分整排 那就是你们那边都是 基本上都是军官嘛 那军官说你就会有将军级 校级 卫级 那我们这边他们士兵 那我们这边有一两间是那个军官 总之又有个军官在这里嘛 所以那个比较上就是说 我们黄埔 他那个整个内部的格局 就没有办法像圣利新村那样的多角化又大 是是是 我们那边比较小 不过我这几年也来也花了不少 我跟文化部争取的大概有三亿 在做我们这里的整修 那我们整建完之后 我们慢慢也会有一些市集跟文创进来 只是那个速度可能慢一点 因为我们这边可能就是 要跟立军再讲一下 这一次奉生要给我们补更多 一下子来做整体的大规模的处理 那我们其实这阵子修复也 那时候从立军在当部长的时候 其实也给我们蛮多的支持 这只要我佩服他的那个 他的精准的判断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当部长工门好休闲嘛 钱要花的集中与结业 而且是精准打击 对没有错 这个是当所有的官的当公务员 彼此直接要互相勉励 没错 所以是玩 玩的故事在里面 所以像墾丁啊 像海角七号啊 这很多人都也赞叹不已 全世界的人 现在全台湾的人一到南部 有些人就直杀到墾丁了 对啊 我们叫这很多口袋旅游 其实彼洞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所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那我除了到墾丁之外 我要怎么玩 我如果去彼洞 我要玩一天两天三天 应该怎么玩 其实来说 我们与一个年轻人 台湾的年轻人 都是喜欢到海边 海边玩是当然是OK 全台湾唯一三面黄海的线 就是彼洞线 一百七十公里的海岸线 你说可以同时面那个台湾海峡跟太平洋的 都整个巴士海峡 巴士海峡 最近最终的巴士海峡 现在就是说 大冰说 台湾说 民生的我可以 除了我们墾丁国家公园 那当然是生态之旅 那事实上在那边的关心 全台湾关心地点很多 看新兴的所在 在青春半岛看新兴的所在 里安平东 我们总共盘点了三十个位置 最多位置都是在恒春半岛 看新兴最清楚的地方 都在恒春半岛 对对对 你会唱一首歌叫小歪 小歪 小歪啦 小歪啊 你可知道我多爱你 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 那就是透露年龄 看那新兴 我要讲的是新兴 看那新兴多美丽 你摘下一颗 请说送给你 你再去摘下那一颗星星 小歪 小歪 对对对 你如果唱快一点 小歪啊 你可知道我多爱你 冷小歪 小歪啊 你可知道就是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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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你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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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在我们 像这 村民姐姐的 现场 他现在在 经营的就是更深度文化 因为 现在COVID-19之后 大家都喜欢走所谓的 主题性 深度性 还有那个互动性 所以我们现在开发的一条路线 跟我们台湾历史 非常有关系 那跟斯卡罗王国哪有办的 斯卡罗很出名的电影 对 那是曹六元老师嘛 他主导的 我现在要说这个故事 就是说 我们现在都知道 四天可以偷温泉 还有好安公 还有 全国最出名的土地公庙 对 还有另外一家也很出名 紫南公 对 那里南岛的 我们屏东的福安公 对 跟那个 南投的紫南公 都很出名 那里 澎湾历史就在那里 你说住在福安公 对啊 他们就是住在福安公 对啊 所以他是土地公 把他保佑上来 哈哈 所以他都在那里 他都在那里 都在楼里那厚白 哈哈哈哈 所以屏东有一个 我们屏东有一个 凤茶文化 就是这样 好 那时候 你想说 一百七一年的时候 就是发生那个什么 小琉球 琉球飘米事件 有没有 那个 飘离我们屏東 1817年 对 1871年 对 1871年 1871 那里面呢 在太平洋这边 那里太平洋这边 那时候就是 收入去江湖岛 他们要去进港 去拉坡 那里 然后就是 有一条 一艘船 刚刚要搁浅 对 还有几个外国人 在那边被杀死了 就是那个巴窑湾 我们那个巴窑湾就是 现在还有在那里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景点 现在一般年轻人去那边 都叫大沙漠 九棚大沙漠 其实那就是巴窑湾 不是绿海旁边吗 对 就是 他们就是从那个地方 1871年 那里面 琉球人就在那边搁浅之后 然后其中 大概有66个人上岸 上岸的时候 刚刚好 往西走 那里那里要 在那里 那里有什么 那里就在那里 那里有我们的原住民 哦 就是在那里有牡丹社 还有一个高氏火社 现在高氏火又有 那牡丹社也有 嗯 那就是那里 那里本来是接台 但是流球人就是要跟他走 知道 结果跟他走的时候 就不改了 语言又普通 那里那里 原住民领域 有比較嚴格的一個管理 所以就產生誤解 產生了誤解之後就發生了殺害事件 所以五十四的人 讓我們原住民 就這樣 舉殺掉 剩十幾的人 十幾的人 遇到漢林 走去那個什麼 牽著牽著牽著 走去台南 現在就是說五十四的人 現在還有一個歷史總統 在那裡 剛才在車廂 車廂要去那個什麼 車廂站那裡 剛才旁邊就有一個衣冠總 對 剛才大家要去報文書 怕會去報文書 但是不記得 這裡有一個 順便去看了一下 歷史事件 牡丹社事件 對 這個牡丹社事件 其實對 中國的臺灣的影響 很大 近代史來講 你像1874年 他就 日本人 西鄉重道 林軍來了 就要拍那個 武斷車 跟高斯佛社 所以 這五月 五月 二十二 所以 我們去做牡丹社事件 一百五十多年紀念 剛才在那個什麼 舊門 就是市長要換 武斷的方向 要去撿那些方向 剛才有一個 1874年應該不是日本人吧 1874年是不是 日本人是從1895年到1945年的 1895到1885到1895是那個 馬關條約 1894 1894是交五戰爭 1895是馬關條約 台灣隔給日本 對 所以這個事情都在 隔給日本進展發生 進展發生 對 這個 這次行隔航上有關 對 李仙特 就是那個 斯塔羅那個 外國翻譯 對 對 外國外交官 美國外交官 說太由 重點就是去那邊 對 所以說 在那邊 我都希望大家去市長可以泡溫泉 帶來 我們有一個 洛杉磚公須特定區 大家有資訊站 可以上網預約 可以做深度導遊 所以就是 我們的聽眾 觀眾聽眾朋友可以 要去市重溪泡溫泉 之前 會經過以前 牡丹社的事件 的那個 衣冠種的地方 那 在電影之卡羅 我想年輕朋友可能很多人也看過 對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市卡羅這部電影 看完以後 你對摩山社事件的感受就會不一樣 對 那你去市重溪泡溫泉 順便去那個地方 看一下 你那個感 感覺就會 比較有感 沒有錯 就是讓你的生活 充滿了歡樂之外 也有一點 歷史的軌跡 對 讓你去享受一下 知性的理由 沒錯 你說 維吻去順海 就是要去走那個什麼 大家都俗話說 都叫阿朗為古道 有沒有 其實來說 他有正確的名稱 他是我們那個什麼 北南古道的那種 自然保留區 他從那邊可以 那個古道可以通到台東 對對對 台東的北南 對對對 他那個叫做那個 那個什麼 新南村 現在應該有不少人會走了吧 都爆滿 爆滿 就是從屏東通過北南 就是走到北南 台東的北南那邊 南田村 北南的南田村 對對對 有的人是由北南南田村走過來 就兩邊互通嘛 對對對 其實那一條 那一條古道 那一條古道很熱門 所以 每年 大概都每天都有限量 每天都有限量 有限量 要缺少預約 好 大家都約不到 要走多久 走多久 大概來講的話 大概慢慢走都要六個小時 六個小時 因為慢慢欣賞那個地理景觀跟風景 對啊 這是往北 往台東的方向走 如果往南 我有一個台二十六線 就可以 譚哥說的那個高棚 那個高棚那邊有沒有 高棚那邊 譚哥說的那個像 八搖灣 就是俗稱中的那個大沙漠 那有很多人家 那大沙漠是很壯觀的 其實我在這邊也跟聽眾朋友講 其實晚上 如果你有時間留在那邊看星星 那邊的星星非常漂亮 甚至那種銀河帶的邊緣都看得出來 很特殊 所以要跟聽眾朋友介紹一下說 你除了到墾丁之外 現在處長又講了一個就是 四重溪的溫泉 對 四重溪的溫泉 之前 有那個牡丹社事件 對 那個地方還有一個大沙漠 對 那在附近可以看星星 對 是全台灣看星星最好的點 之一 我不敢說 就是一個 一條路線 對 那另外呢 還有那個阿朗伊古道 對 就是從 屏東走到 台東 對 大概走路的時間是六個小時 六個小時 順便欣賞就是 台東到屏東的秘境 沒有錯 不過你要先預約才訂的到 不然還有人數的限制 在酒棚那邊 高棚 我都說高棚 酒棚那邊就是很多人都知道 那個地方會有 那個 我們 那個什麼 那邊會有發什麼試射 飛彈試射 對 其實那邊也是一個旅遊的秘境 那邊有一個叫 鼻頭草原 是我們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 啊 那也是一個秘境 他也有人數管制喔 那是要去 進去 預約 那 那時候 我如果沒有去過 因為都 以前的管制 後來開放之後 我去 哇 那相當相當有 極度國際級的美景 喔 我推薦委員喔 你真的要去 你說怎麼去 九棚 那個去萬洲你知道嗎 萬洲我知道 滿洲 你去萬洲 萬洲之後就是 滿洲鄉的九棚村 九棚村的話 如果有預約 帶你進去 預約的時候 會有導覽的人員 帶你進去走 喔 進九棚村裡面 那你說可以看到什麼 那邊喔 他剛好是一個 鼻頭草原 那他那個草原的植物生態很好 那邊就是一個白色沙灘 小沙灘 我們慢慢走去 然後就進入草原帶 他的最大特色 就是說他們那個生態 有台灣特有種的植物 然後去一個大草原平台 你看下去 得 完全是歷史回味 你可以看到 整個大沙漠的巴搖灣 喔 那在那一邊的那個景色 拍起來是國際級的 那往 前看 你就可以看到整個太平洋的景色 相當的相當漂亮 那因為是長年管制的地方 所以他是管制區 他那個是飛彈試射區嗎 沒有 飛彈試射區 另外那個是國家公園的 特殊景觀的一個管制區 所以是國家公園這一邊啦 對對對 因為我帶過中科院 九棚是我們的 飛彈試射基地 對啊 對對對 以前我在當兵的時候 我前面兩年 前面一年半在中科院 做飛機跟飛彈 在龍潭 討厭龍潭 那後來我調到現在的漢翔 是 就是在岡山接收二場 現在的漢翔 做飛機 對 IDF的發動機 是 所以我在軍方待了四年 是 那九棚是我們的試射基地 所以其實之前不是有個雄風飛彈 打到那個船嗎 對 你有沒有印象 說打得很精準嗎 對對對 就是你們研究的 我們的飛彈就是包括天空天艦雄風 對 天空是地對空 天艦是空對空 沒錯 雄風是地對劍 反正都可以 就是看他怎麼應用 所以 就是九棚是我們的試射基地 所以 你剛剛提到還有一個地方 其實可以跟聽眾朋友分享 就是 還有個地方 那個石頭都是圓的 你說那個 旭海 旭海就是那個什麼 藍田 我們都叫藍田石 藍田石 對 那就是那個什麼 太平洋海水這樣一直沖刷滾 滾滾滾滾滾 然後滾出一個非常遠的一個石頭 這是你說的 嗯 沒有沒有 我們也是聽地方人士這樣 全世界不是每個地方都是滾滾滾滾 都是沖刷嗎 為什麼只有那個地方是圓的 就是很特殊 它那個滾出來的相當特殊 那時候有時候 我那時候我們做旅遊的 也在想說 很多都比較叹其咎 對 我就試著去走一趟 然後他們當地人也跟我講 但以前 他以前有黑白 黑色跟白色 那個石頭都滾得很 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完全的圓石 但是幾乎都是沒有棱角的圓 沒有錯 後來才知道 原來那是海水打上來之後 那個 那個塑石 有沒有這樣一直在滾 滾成那個圓石的狀態 他們又說 我怎麼沒有看到白的 他們說白的 因為早期沒管支 白的都變了 不過就是說 讓聽眾朋友了解一下 這一地方的石頭 我有去過 它也真的蠻特別的 真的 就是說你一搬到海邊的石頭 你說奇形怪狀的石頭 不是很正常嗎 對啊 為什麼那個地方都是圓的呢 所以聽眾朋友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看一看 它是在酒棚旁邊的旭海 沒錯 旭海那邊的海灘 沒錯 所以剛好在阿朗一那個步道上 阿朗一的步道上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去阿朗一 去走阿朗一秘境 從屏東走到台東 也可以再去看看 問一下當地的島 去旭海看一下那個圓形的石頭 我是覺得蠻特別的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再請 處長再繼續帶我們玩 至少今天告訴各位 有幾個好玩的點 你就知道去要玩什麼 讓你玩的更有趣 更有知性之理 更有感性之理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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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希望透过生活节这个品牌活动 第三届应该要办的 第二届人是非常非常的热络 也吸引了几乎来全国各地的年轻朋友 在那个时间都会来恒春这个地方 那也把整个墾丁半岛啦 墾丁啊 恒春半岛还有牡丹啊 满洲这边去做一个旅游 所以当时我们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把恒春半岛的一个慢火热情 太阳还有海洋这些 还有我们的在地特色的美食全部集中在那边做展现 我们的一般的所谓的展览会那种感觉 你怎么不说慢火跟热情这种感觉 就是都市生活都太紧凑了 没有错 你说像我们高雄市直辖市 其实跟屏东比较起来 高雄人走路就比屏东人快 快远多 你到台北去 你真的是到车站 台北人走路比南部人快 没有错 没有错 那个生活的节奏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要让自己稍微停下来 或者是慢一点 然后有一点过自己的生活 有时候就是 我有时候现在在想自己的作用 现在又想了一个就是行善感恩做自己 有时候要做一下自己 你才会过得比较舒畅 这十多个人没办 行善感恩做自己 行善是对人 感恩也是发自内心 很重要是做自己 那屏东要这么晚 交通当然是很重要 我们现在剩下五分钟的时间 那个交通怎么样规划设计 总是让我们所有的以后要去屏东人 或者是在地的屏东 知道我将来的屏东的交通规划 没有错 概念 也跟听众还有委员报告一下 也希望委员再给立法院给很多支持 那屏东来讲的话 郭靖自然 我们就举一条路 平南快到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去墾丁的时候 都走台一线 但是台一山到台二十六线 独一条线 每一次都塞出 尤其是假日 真的 这个被大家抱怨连连 抱怨得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在今年 前行政院长陈建 已经有核定我们的可行性研究 白衣冠过了 你说对台接到台面去 快速到路 八八坏到 八八 以后的 他就是从八八 潮州接到哪里 潮州经过万南边缘到新平 然后一直往南走 然后往南走的话 到榜辽到榜山 然后到榜山是到丰港 这就是到丰港 这个就是 在丰港再继续往南 就到车程了 车程就在 恒春的北側一点的地方 那边下来 那所以这整个快速道路 可以严格上 那缩短的时间 在巅峰时 巅峰时 它可以缩短到 将近快接近一个小时的车程 从潮州一直到恒春的北側 对 我们这个工程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我们是希望 村民县长是希望 我们要赶快动工 解决这个交通瓶颈 而且也让东部的朋友 他要来到高雄的时候 不知道是就学就医 生活都很方便 那所以我们是希望透游 台一线跟快速道路的分流 以后解决了我们这个 恒春半岛的一个交通瓶颈 一直到潮州 那这条路名叫什么 平南快道 平南快道 你知道高雄到潮州的路名叫什么吗 高雄到潮州 对啊现在在走 88这条 不是叫编号88吗 它叫高潮 高潮快线吗 高雄到潮州 那叫简称 很多人都说88 我说那不是高潮快速道路吗 所以高雄到潮州是88 这是高潮快速道路 所以这条很重要 很重要 那当我说我在讲说 潮州到横冲 也是想要取少名字 再想一想 所以我也觉得前面的话 就是快速步驟 快速道路 就会节省很多 假日去肯定塞车的时间 到横冲就可以漫游 更多的时间漫游 除了这条的话 跟屏东市比较有关的 就是高屏二块 高屏二块 高屏二块的 阿伯 为高雄和屏东 连结 可以省下至少 20到30分钟 到屏东市 对 德魏是为 新租贏这边 接过来屏东市 到过来去 那边比较慢点 我弘川这边 是对屏东楼这么过 算快快 对 阿伯的弘川有一个台积线 对 我是南高雄 你说的 昨天是北高雄 北高雄 北高雄要到屏东 那边再加一条 快一点的 高屏二块 对 对 因为如果没有说一下 高屏大桥 有了 压力太大了 四十分就说没分到 刚才在那边 那赖总统那时候合并了 对 然后现在 赖总统那时候 蔡总统 赖总统 赖总统 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赖总统现在才刚就职 就合定了 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然后另外一条 就是在北侧一点的是 离港美龙到六龟 新威 在国道10号原生 这条在去年的12月份东宫 所以来讲整个屏东 北中南 全部都有快速道路 对 然后再经过国道3号来中 刚好变成三合一中 这样子 所以当县长跟当交通旅游处的处长 也有这个整体的规划 我在屏东的整个交通的布局 那就是至少再加上这三条快速道路 就北中南 就可以把整个屏东的交通做得更好 对 然后我们就叫做大动脉 对 对 所以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报告 就是说整个结果 就是要把这个大动脉补起来 没有错 然后做整个交通整体的连结 所以刚处长也跟我们概率提 交通建设做好的民众之人就会去玩 现在先跟各位预告 就是有北中南 三个地方的快速道路 那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尽快的完成 那将来要去屏东玩 刚处长讲的还不够 还有很多可以讲的 屏东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玩 九牛一毛 我现在只讲到一毛 我那个三弟们 我在那边有一些很惊险的故事 我今天都没有机会讲 感谢有机会再请处长来 我们再分享一下 有很多屏东好玩的地方 所以今天谢谢我们的那个 屏东交通旅游处 我们的黄国会处长 带我们游一趟屏东 那改天再请处长再过来 跟我们带我们屏东 再去其他地方玩 让大家玩得更开心 谢谢 今天谢谢我们的交通旅游处处 我们黄国会处长 谢谢处长 谢谢委员 谢谢空中朋友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收听今天的节目 欢迎上网搜寻 非得联播网 南台湾之孙 YouTube直播 UFO1039 按赞订阅开启全部小铃铛 南台湾之孙 IGUFO1039 我们下周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